大家好啊 10月25礼拜一 现在17点59啊 这又有一些粉丝给我来了电子邮件哈 侃爷您好 我是您的晚辈 我应该比您的孩子还要小一些 我儿子也就20来岁吧 这个觉得您的思想很比我们年轻开放啊 多维度 就是我的思想啊 没有那么的老旧啊 没有那么的那么的封闭啊 我想咨询一下您刚才所说的 加拿大美国留学的事情 能不能给一个您私人的联系方式 期待您的回复 谢谢 是这样的啊 这个刚才我也是有一个在加拿大的朋友 他是投资移民去的 他是给我来封电子邮件 是因为很多人感觉到彷徨困难啊 就有那种为难情绪啊 啊 但是呢 嗯 他说有各种各样方式的人都在加拿大 就反正就各种的招吧 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什么招都有 反正想办法都去了 去了也都能生存下来啊 您要问我 呃您要我的私人的联系方式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已经退休了 是吧 你看我的节目 我叫砍爷 我就是能砍 能聊啊 能喷 能呲 是吧 我就是 什么什么题材 我都 我都能聊 我属于那种万斤油 哎 这个往身上抹一点啊 清凉油 抹点都管点用 但是你要说我特专业 我没有专业 是吧 我没有专业 而且我确确实实退休了 我退休了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 啊 退休之后 我来到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这也有朋友说 哎呀 做点生意吧 四十多岁 是吧 前几年我还不到五十岁 说这个 每天就这么待着 多可惜啊 我说那不可惜 是吧 呃 我虽然给大家介绍了 呃 来西班牙移民的八种方式啊 那个美国加拿大那边 我更不了解了 呃 也有人说 哎呀 那你给我联系方式吧 或者帮我介绍靠谱的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中介吧 我说那我都没法给你提供 是吧 万一我给你说的那个人 回头你不满意 你们闹了纠纷 是吧 这不是显得我特别不合适吗 我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是吧 所以我现在我不给任何人介绍啊 我也一再的声明 我不做这个房地产中介什么移民中介 这种生意跟我是一点不沾边啊 我现在想都不想 哎 你看刚才吧 我每天做的节目 是吧 前两天我一高兴 我是吧 我感觉不那么疲惫 感觉有劲 我就做了42个 是吧 也做了38个39个 有的时候最少一天也做10个 是吧 这个有的时候做27个28个 反正没事干就做呗 啊 做节目聊天 是吧 我就喜欢聊 嗯 然后呢 没事的时候我就交交花啊 我们家种了一些花啊 还有十几棵树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树上有石榴 是吧 石榴摘下来 我们那个榨汁 喝石榴汁 然后我们家养了狗 是吧 有条狗 还有只猫 是吧 有时候我们要遛遛狗 是吧 有时候一遛就遛 昨天吧 昨天我们两口子啊 孩子在家 孩子跟他女朋友 女朋友是西班牙人啊 他们孩子要在家 我们就出去遛弯 一遛就遛了四个小时 昨天啊 在吃顿饭 吃的简单 海鲜饭 是吧 这个 吃点那个海鲜 这都很便宜 原来人家都笑话我 说这海鲜太便宜了 你这吃这就是 差不多就跟要饭的 差不多 我无所谓 我从来就不在乎这些 我自己高兴就得了 所以呢 我对我来说什么 挣多少钱也好 或者掺户买卖 是吧 尤其这种移民 这是大事 是吧 您要是成不成的 这我可不想担这责任 是吧 回头再挨顿骂 说我怎么怎么地了 一大堆是吧 这我不知道的 所以这事您就别找我了 好吧 这个您既然都到外网上来看了 是吧 那您就去看看别人的 是吧 你比如搜 搜一下加拿大移民 或者加拿大生活 美国移民 美国生活 啊 种种的吧 那些关键词 您搜搜呗 是吧 我不想掺户任何人啊 甚至我现在出门见朋友 我都不想去 我们家自己有个院子 是吧 在自己家院里 然后这个蓝天白云 大海 是吧 海浪先人掌 我就现在 就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了 是吧 除了做做节目啊 这个上来侃侃 侃侃大山 让我感觉跟这个世界还有一些联系 否则我就是一种 几乎是绝对的隐居的状态了 是吧 我之前做做了买卖 我从十几岁上班 是吧 就搞粮油生意 搞了将近三十年 把我累得也够呛 是吧 我现在这脑子 我也不想 操那些心了 而且也不想担责任 好吧 朋友 就这样啊 抱歉了啊 不好意思 啦 啦